大家好,今天是4月13号 这里是埃及投资客日记的频道 今天讲不动产的估价四种方法 今天讲专业技能 第一种叫做收益法 也就是所谓的租金投报率 就是我前面很多篇都在说 你要买租金投报率5%的房子 你的支配款现金的投报率就会 变成17% 小学生房评测1200万不能买直播内容 这个的假设条件是在你的贷款 贷发成利率是2%的情况之下 所计算出来的结果 这是国小数学题 第一个最常用的就叫收益法 这个是判断它是不是一个投资件的关键 那第二个叫做比较法 什么叫比较法呢 就是你去跟附近的房子跟B比较 B跟C比较再跟A比较 然后再B、C比较 讲白一点呢,早说吗 你就是上十价登录 现在十价登录都已经揭入到门牌 毫无秘密可言 你家卖多少钱都可以看见 你就可以做资料分析 你就可以看到这条街或者这个区域 卖多少钱 条件好的 你出价的时候可能就高一点 像现在行情好我们就依照十价登录 加价给他出价 然后货就在我们手上了 直接把其他人洗出去 低阶投资客 因为行情好就是这么出价 不是往下出 不是八折七折六折 你看电视名嘴 鬼损是这辈子都买不到的 因为我们是往上出不是往下出 你搞错方向了 方向比努力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你要看清楚方向 不是用十价登录打折 是用十价登录往上出 你完全出错方向 有些人就是出错方向 这辈子买不到是正常的 因为你根本就搞不清楚这个游戏规则 在玩什么 第三个叫做成本法 什么叫成本法呢 就是比如说建商房子是新房子 或者是中古屋 那如果是建商的话 当然就是成本加利润 对不对 成本包含了所有的费用跟税金 那中古屋也是成本加利润 就是原本屋主买进的价格 加他要的利润含成本费用 这个呢 在行情不好的时候是没有利润的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成本法 这个估价方式呢 在行情不好的时候就是建商的底价 这样各位有了解吗 但是中古屋就很难判断了 中古屋的价格比较混乱 这个就要靠经验了 但是呢 你如果知道建商的成本大概在多少钱 那些年从2016开始一直跌到2020 他们都是用成本法 就是我要回收成本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买到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成本法主要用在 崩盘的时候常常是建商的底价 那比较法就是 看附近的行情 那 收益法呢就是所谓的现金流 所以你如果是要做投资的 当然是首选第一种收益法啊 第一种收益法就是你的租金 年收租金除以你的投资报酬率 比如说你一年收50万 除以你的租金投报率5% 那么就会得出1000万的数字 也就是说1000万 一年收50万就是5%的投报率 废话 这个房子就是可以买进的物件 好棒棒硬邦邦 当然你要配合其他的方式 所以这就导出了 第四种方式叫做报王法 什么叫报王法呢 就是我认为他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 这个的运用是前面三种的合体变形金刚 第一种收益法 第二种比较法 第三种成本法结合出来的结果 也就是说你要先看投报率 你就是要先去看投报率 比如说他的租金投报率比较低 可是他是附近比较便宜的 虽然他的租金投报率没有达到5% 但是他是附近比较便宜的 便宜大概100万 然后差不多也是在建商的成本 你就可以考虑买进 国家机密不小心泄漏 所以买房子不应要均逆于5% 5%是一个理想值 但是达到这个数字的并不多 都在我们手上不卖就是不卖 你还要跟其他的条件做配合 比如说这个房子 他是不是附近比较便宜一点 然后他现在是不是状况不好 接近建商的成本 归打强再说一次 所以第四种方式才是真正的运用方式 三种要同时运用 我自己发明的叫做霸王法 意思就是我只要在这个区域 我有研究过 我就可以开启粉红色无线手套 什么叫无线手套 我知道每一条街 每一间房每一栋的价格我都知道 出价时我都知道我有没有出贵或出便宜 甚至我都知道成交价格在哪里 就很容易的可以买到房子 所以这叫做今年累月的累积出来的 技能就叫霸王法估价法 一秒钟不需要做任何的送件 我们就可以估出它的价格 因为所有的价格都在这里脑细胞里 都在这里今年累月的累积在这里 比如说我所定的某一个区域 我每一条路都知道 你说你 你会先买到还是我先买到 这就不一定了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今天就讲到这里拜拜